大家好 我现在甘肃兰州 这就是天下黄河第一楼的楼顶 我是从黄河上的银滩黄河大桥 一路徒步了1200米才到达这里的 站在楼顶给大家拍一拍黄河两岸的美景 按照顺时针的方向 首先看一下这边 这条路就是南滨河西路 位于黄河的南侧 黄河的北侧则是北滨河西路 黄河的两岸都是高楼大厦 尤其是对面的金色建筑 莲花一样的造型就是兰州的奥底中心 这边还有游乐场 远处的大桥 就是深安黄河大桥 大桥下面是有地铁一号线的 直川隧道 旁边还有兰州的农业大学 这边是黄河的一个S型转弯 银滩 湿地公园 华夏始祖像 同的高度超过了这个10米 再看一下这边 就是银滩黄河大桥 全长是1397米 跨度 主跨在803.48米 是用124根西拉钢索构成的 也是黄河上现代技术最高水平的一座大桥了 这座大桥具有较高的抗震强度 这就是黄河两岸的美景 站在顶楼可以尽收眼底 接下来将进入到黄河楼的内部 带大家好好转转 这是16层 从旁边的楼梯下去 到15层看一下 16层这边有耳机 戴上可以听一听兰州的历史 黄河 水声 中间有个巨型的电子屏幕 是关于兰州市的介绍 夜景可以乘船的 按照导览顺序 我一开始是做这个直体 直接上到16层 毕竟这边的参观顺序 是16 15 14 13 12 11 下去就是15层了 发现这边好像来到了一个原始森林 看一下这边都是原始人的壁画 一个山洞 黄河之中 黄河之水天上来 再看这儿 这是捕鱼 狩猎 在黄河两岸 钻木取火 从这道门穿过就是第15层电子屏幕 是关于黄河楼的介绍 首先进来之后 哇 这是一个巨大的屏幕啊 展现的是古代兰州 兰州城啊 大家看一下 哇 太震撼了 仿佛穿越到了古代 白墙灰瓦 三株雀的宫殿 栩栩如生 接下来呢 将从船边 按照箭头的提示 继续看一下大屏幕的后面 我现在拉开帷幕 拉开帷幕过来之后啊 哇 仿佛来到了海洋世界 看这 鱼翔前底啊 我现在走在木桥上 哇 这个浮桥 是可以震动的 大家看 我怎么害怕掉下去呢 这到底可不可以走啊 我走一下试试啊 哇 大家看 哇 这个浮桥是 仿真的 仿佛真的走在了 海底隧道的浮桥上 这前面啊 就是龙门 我现在从龙门这里面穿过去 现在过来了 看看这边是什么 过来之后发现了 哎呦 一棵古树 这边有个水池 刚才没看着 一脚踩空了 看这边 黄河 二手诗 唐朝渡谱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继续沿着这边 参观 按照箭头的提示 有 屏风 这边是水车 好多的灯啊 哇 这是什么树 像是梨花树啊 跟真的一模一样 哇塞 看这边 好多的这个灯啊 这里太漂亮了 哇 大家看一下 尤其是在镜子的这个映衬下 哇 这里的空间放大了无数倍 看 仿佛这里有一千多盏灯啊 太震撼了 这就是整个十五层 接下来呢 我将前往十四层 从楼梯这边下来 下面就是十四层 这就是黄河楼的十四层 发现这边比较安静 顺时针转一圈 这边是一个书房 有各种的四书五经啊 自治通鉴呀 中国通史啊 可以坐在这里一边喝茶 一边看书 笔墨指研 样样俱全 周围还有黄河楼的模型 再看一下这边 这种会议型的大长椅子 外面就出不去了 四周的墙壁啊 摆放的都是图书 这边还有卫生间 可以上厕所 这就是整个 黄河楼的第十四层 这边转完了 从出口出去 这是黄河楼的十三层 各式各样的石头斩 先从这边开始看 这幅作品是 开国大典 周围还有钻刻 看石头的造型 形态各一 大小不同 两边的墙壁上的钻刻呢 给大家看一个 有代表性的 就这幅 这是什么字体啊 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继续沿着这些钻刻 周围全都是精品石头 看这边 哇 这边 很像是一个 卡通石 这边还有马的 前面还有狮子的 山水画五彩的 尤其是对面的 大家看 黄河石 黄河两岸的美景 刻在了石头上 然后这边还有狮子造型的 大的小的 一英俱全 狮子造型的是方解石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石头 精英剔透的 以及 这边还有图案相机的 还有各种小动物的 尤其是 在这里啊 像一幅深水画 摸一摸 确确实是天然形成的 不是后天刻画的 哇 太漂亮了 还有这边 很像是龙头 大家看 这边也是 各种石头 这就是 黄河楼的 13层 黄河楼的 12层 没有开放 继续沿着台前 去11楼 这就是 黄河楼的第11层 走进大岸 观黄河 兰州城市的这个记忆 按照顺时认 首先看到 古运之忧的 黄河赋 这首诗 然后紧挨着的是 黄河的盖塑 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 发源于青藏高原的 巴延克拉 山北路 蜿蜒向东流 经过了青海 四川 甘肃 宁夏 内蒙古 陕西 还有山西 河南 9个省的 全长是 5464公里 水面路差 4480米 流入到大海中 探寻黄河之源 这边都是介绍 这边有 黄河 两岸的美景 这就是 黄河第一楼 我现在就在 这座大楼的 这个11层 在这 这边是 银滩大桥 以及 深安大桥 继续往前走 都是一些历史资料 黄河之都 兰州 兰州城市的各个区 西顾 七里河 城关 宁安 高兰 狱中 鸿谷 永登 这是 兰州黄河的 诗词 诗文 这边是 历史的演变 再看这边 出土的文物 尤其是代表性的 这 铜马车 还有各种陶器 这边是 书法 黄河 还有画 接下来呢 是 现代化的 建设了 看 现代交通 高铁 这是 看 高铁的 这个 模型 再看这 这是地铁 兰州的 这个交通 地铁 一号线 还有 二号线 也快开通了 从这边绕过来 继续看 古建筑之美 这边有 兰州碑林 还有白云观 各种的 城隍庙 这是 中山桥 铁桥 模型在这呢 哇 中山 铁桥的 模型 大案 这边是 黄河 母亲像 各种的森林公园 和 吐鲁沟 森林洞 水墨 丹霞 西固 三江湿地 这边还有 石佛沟 国家森林公园 安宁 天府 沙宫 看 沙子形成的宫殿 哇 太震撼了 然后这边是一些 这个戏剧的 这边还有戏谱 以及水车 到这儿啊 整座 黄河楼的这个内部 可参观的 就带大家参观完了 到这里 天下黄河第一楼 以及黄河两岸的 所有景点 就都带大家赚完了 票价一共是 三十块钱 大家觉得 怎么样 欢迎在 评论区 点赞 留言 点赞